台南七谷龍山宮睽違46年舉辦見教 日前進行勤水科移 信眾目擊到遠遠的外海海面上 有兩艘散發出金色光芒的船隻 有如亡船直說這個是吉兆 但氣象站解答可能是光線折射下的海石蜃樓景象 或者是碰巧商船行徑 難得一見的景象也引發熱議 宮廟人員進行勤水科移 遠遠的海面上閃著景色亮點 金光閃閃很難被忽視 想看清楚鏡頭再拉近 這是海上城堡嗎 更像一艘亡船 在海面三發金色光芒 有夠耀眼 清水科移巧遇海上金船 信眾興奮 直喊是吉兆 一開始看到是兩個光點 結果慢慢把它放大出來 看到兩艘亡船 難得有這種畫面出現 廟方睽違46年舉辦建教 這個月21號清晨7點左右 到將軍清昆森進行勤水科移 當時海面出了大艘顯眼的神秘金船 一旁還有個小金點一同閃耀 有點像是光線的一個折射的情形 就是我們所謂的海市聖樓 或者是在遠方遠處呢 有一個船隻經過 解密奇景推測可能是海市聖樓 或是兩艘桑船碰巧行徑 光線折射下產生的錯覺 時間點巧閣信眾嘖嘖稱奇 虧違46年的建教 先前遇到颱風吹垮牌樓 清水疑似又巧遇金色大船引發話題 記者黃富奇 台南報導 黃富奇 台南報導 久米港版ですね 黃富奇 台南